加油 加油 對我們來講我覺得冠軍是一個傳承吧 一整年的訓練拿到這個冠軍很值得啊 其實打球打了這麼久就是 像除了名義上的冠軍啊或者是連霸 我覺得打的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肯定跟自信 算是一個里程碑啦 今年來到台電其實是多少一定會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他們畢竟連續幾年都是冠軍冠軍 而且還連勝也會壓力很大 但最後的結果是好的就好 剛好給自己往後一個更努力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繼續連霸才對 敵隊有幾場就是可能供給火力沒有這麼強 那其實我都有告訴自己 我說打這麼多年的球 其實會遇到一些低潮一些狀況是很正常的 那自己要怎麼去調適 就是像我比較不會太去執著在 我怎麼會打不好這件事情 我會把自己的目標放在未來 就是我下一場球更應該要怎麼去打去改變 每個人都有狀況好壞的時候 我最感謝就是我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是隊友都會一直幫助我 尤其是我很容易撞牆 所以基本上我撞牆的時候 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我的隊友 都給我拍球把我拉回來 太監是我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可以控制在自己身上的 我一定要自己控制好 因為我不喜歡把 就是把那個命令交給別人的那種感覺 打到下半徑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想要去突破 那我覺得正是有結果的 很辛苦的一整天 每天練習這麼累 終於倒了 我發現練習好累